哎呀 魏忠賢 這張卡片現在就由我來為大家做個點評吧 那這張卡片我覺得他是蠻適合新手來去獲得 因為第一點他非10抽 他靠打雙周就可以獲得嘛 對然後這邊真的要說的話 我是覺得 如果你是中階段以上的玩家 那這張卡片就實用度會下降 為什麼 因為這張卡的技能雖然是不錯的 對CD3轉數這其實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於說競爭太激烈了 在有限的位置之下 我們神魔到現在就是只能帶五張卡片出場嘛 加副隊長 那你五張卡的位置其實 就可能要輪到他就有點困難 因為你有可能有其他更好的卡片啊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是中階段以上的玩家 你卡片比較多 啊魏忠賢可能就出場距離會沒那麼高 對但是反過來講你是剛接入的朋友 然後 你的卡牌沒那麼多的話 其實魏忠賢算是一個還不錯的卡片 他CD3就會轉出4到8顆木珠 然後光珠暗珠又會優先轉換嘛 那代表說如果你新手可能在轉 喔三屬盾 都會不小心消到光跟暗珠 所以 帶這張卡片就是可以 輕鬆的去破解這個三屬盾 我覺得算是還不錯的一點啦 對然後說到剛剛的 新手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他非十抽嘛 所以變成說他靠打副門就可以獲得 因為現在其實多半都是推薦 新手不要去抽大卡子啦 都是把石頭留著 然後去抽獨立卡夾 只是前一陣子的獨立卡夾 都是以機械組啊 魔族妖精為主的 所以可能有些人的 人類的 牌組就沒 就是卡片沒那麼豐富啦 就可以刷一張威中仙來放這樣子 如果你是中階段的玩家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去打 我覺得你就是去打 獲得手通的魔法石 以及我們雙周成就 解完都會有一顆魔法石 對這樣就兩顆了嘛 我覺得還不錯 再來就是比較偏 高階段 或者是像我這種 專業的 U值實況主 另一隻滿技 這也是非常的 合理的 對 就是必備要求啦 對然後視光商就加點 邊刷邊聊天 然後不知不覺就把這張戀滿技了這樣子 呵呵 對啊然後這是 魏忠賢啊 這邊就推薦給大家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